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還是用異類的身份 在他們的面前顯現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部分 就算只是損失一個人的生命的話 對跨性別者的社群損失還是很大 要革命就是要活著 因為活著你才可以講出你的故事 你活著才可以看到你想要改變的東西 我希望不管是跨性別者還是所有的性別小助者 都可以和整個社會或是和自己 能夠有非常輕忠愉快的關係或互動 每年的11月20號是全世界的 跨區別相關的組織都會辦這個活動 那目的就是簡單來說就是為了紀念那些 因為歧視或是受害的跨性別者 那其實就在昨天晚上我還在確認 就是今天的活動資料還有再點多一些事情的時候 昨天BBC凌晨3點忽然 台灣時間凌晨3點忽然發了一個人 發新聞出來 就在英國的一個男子監獄裡面 有一位化性別者會發現失去生命跡象 這是昨天的新聞而已 那其實這個 這件事情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他本身是一位男化女化性別者 結果他被送到男子監獄裡面 那他當初其實就有跟他的男朋友講說 如果是就是如果被送到男子監獄裡面 我覺得我會是生命不保 那結果沒想到這件事情 在他送進去以後大概半年就發生了 其實一位化性別者他第一個要面對 就是講難聽點就是五種迫害 就是你家人不接受 然後學校沒有照顧你 然後你找工作遇到職場歧視 然後到就是到剛剛第四個 可能找不到一個適合的配合 因為其實化性別者真的很難找 不然你都是配合 那再來就是國家不願意承認一個性別 這件事情 其實台灣的化性別者 面臨到一個最大最大的問題 就是生計 就是那個叫什麼 謀生問題 因為很簡單嘛 找工作就是被歧視 而且 因為化性別者本身主權小 然後又 就是沒有什麼力量 所以往往會變 就是政治上的 很難聽一點就是政治上的犧牲品 化性別者求職的難度比一般高很多 卻是因為跟工作能力完全無關的事情 我去玉璃的那個青年工作站的工作心得 他們的原住民的朋友有講 就是他們去找工作說 盡量不要講到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因為講的就被急事 這一點我們都感同身受 只是差別就是化性別都不用講 就直接看就知道 所以你不講也不行 我有時候在幫他們寫一些化性別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 希望能夠讓大家看見台灣社會內部 化性別的處境的時候 其實我常會覺得很累 那個累的點是 我常跟他們呼喊說 你們有沒有化性別的朋友 願意寫一些論述或文章 或影片呢 讓我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可是因為化性別的族群實在是太小 而且非常的 就是他們 他們連能夠吃飯都是問題 哪有時間寫論述或出來戰鬥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年多的奮鬥裡面 其實我看到了蠻多化性別者 他們運動面非常辛苦的那一面 但其實今年對於台灣的化性別社群來講 是較前幾年稍微比較好一點 是因為今年 目前就我所了解 好像還沒有人有收到就是 有關化性別者就是 不管是因為暴力的原因死亡 或是因為就是自殺 因為其實化性別者自殺率一直以來都 較一般人是很高的 就美國的話 美國的NC 國家化性別平等中心做過的2014年的調查 化性別者自殺率約是41% 那台灣的話 因為我們數量不足 但是我們以前做過是非政治的調查 跨性別者有過自殺率約是70% 今年根據那個跨性別者跨性別紀念日的網站 今年在美國 那邊的美國跟一些其他國家統計 已經有73位的跨性別者死於非人死亡 那通常都是謀殺居住 應該說很幸運 我們台灣比較少發生這種事情 這算幸運 但是其實 也是因為這些人的生命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一句台詞 就是 踏著別人的屍體前進 就是因為他付出的聲音說 我們才推動一點點的修法 而且性別平等教育法明顯沒有落實這件事情 可是 就像我講的 其實失去一條生命都太多了 跨性別女性或者是LGBT中QIA的女性 所面臨到的暴力問題 目前可能都還是相當的在水面底下 但又正好因為我們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我們面臨暴力騷擾 霸凌的問題又會更加嚴重 所以我希望說除了今天來 就是希望可以大家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不是只有今天 而是如果說大家可以在生活中 每一刻可以去試圖的一點點一點點也好 就是讓大家去理解性別的多元性別 或是性別平等的一些相關意識 然後可以去一點點的改變 我認為這個 因為可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 只有律師一樣 就是可以出來參選 所以我是除了 因為像我自己也還沒滿二十 所以我明年還沒有投票權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想到DK做的一個方式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這麼做 除了今天這樣點個的蠟燭 以外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實我在小的時候 就是那個性別氣質比較中性的時候 確實我曾經面臨過 我認為是非常接近跨性別 在我們的社會上 被對待的一些方式 譬如我在可能十幾歲的時候 曾經只是在一個舞步 我自己一個人悠閒的 在一個公共空間 在那裡可能看書 或者是冥想啊 或什麼之類 你知道小時候有點文青這樣 然後有兩個男生走過去 然後他們看了我一眼之後 兩個人就開始擠眉弄眼 而且就在我面前 用一個其實我根本就聽得到的聲量 互相對對方說 Is that a he or a she? 我想你是以為我聽不懂英文還是怎樣 也就是說他們有點懷疑 我的性別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是毫不在意的 在我面前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就在想就是說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很多的跨性別者 在我們的社會上 會面臨的很多對待 而且很多對待可能比這更不禮貌 或更羞辱性 你拿出一個身份證 那個證件上面的照片 跟你的法律性別 還有你的外貌 好像不是那麼符合的時候 你就面臨被性別盤查的那個壓力 這是為什麼我主張就是 性別應該就是要自主決定 絕對不應該就是要求 強制要求一定要進行那個 就是所謂的那個性別重置手術 才能夠變更法律性別的原因 另外我也覺得我們的社會 其實表面上崇尚自由民主 其實就是非常的害怕自由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性別二分的秩序以外的東西 我在今年六月去了紐西蘭 訪問紐西蘭國會 紐西蘭國會 其實在幾年前就出現了 一位跨性別的那個國會議員 而且這位跨性別的國會議員 甚至也曾經是一個性工作者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如果有一天我們台灣 不只有同志的國會議員 也有跨性別的議員 各種多元性別的 各種弱勢身份的代表 在我們的國會裡面能夠發聲 能夠參與政治 設定政治議程 我相信那會是我們 真正有可能翻轉的開始 多多關心身邊 不管是跨的朋友 還是任何 就是任何 有與一般人不一樣的身份的朋友 多多關心 多問號他兩句 然後第二個 不用怕你得罪跨性別者 如果當你看到一位朋友 看起來 看起來就是 白話一點講 就是不男不女的 然後你也不知道 這種稱呼怎麼辦 沒有關係 就是一句話 請問你怎麼稱呼 這句話 因為如果對方是一個化性別人 他聽到這句話 就知道 你是一個友善的人 他就知道說 我就告訴你說 我要怎麼被稱呼 其實這句話就夠了 請問你怎麼稱呼 這句話是對任何一位 不管是性別氣質 一般不一樣的人 的一句很重要的台詞 因為這句話 不單是可以化解你的尷尬 而且其實也會讓對方知道 你是有在意他 有關心他 希望說 跨性別者 不會再因為社會上 不友善的眼光 或是不友善的制度 然後就不能勇敢做自己 希望說 這個社會對跨性別者 是越來越友善的